我們接著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BeFunky 那你直接這邊我忘了把網址通知信 就按右鍵直接搜尋就好了 把它mark起來搜尋就會找到它 那你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應該是不需要做登錄 所以你就直接clean start 那它一樣跟我們剛剛那個photo的那個很像 它一樣有照片編輯的功能 還有什麼拼貼的功能 還有就是我們講的設計的功能 所以你進去之後就getting start 那麼預設的話它應該會自動幫我們抓到那個簡體字 用簡體語系的部分 那你可以選擇直接用它的照片也可以 因為預設是進到這個照片編輯 照片編輯 那這個呢照片編輯的部分我就不用講太多 你可以先看我們像它的拼貼的部分有沒有 拼貼的部分它也是有很多種 有沒有有很多種 那你可以選擇看看你要哪一種的拼貼方法 有不一樣的 那一樣的它也有付費的 也有付費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Free的就不要客氣 給它用下去 Pro的就先等等 其實慢慢各位發現 其實當軟體都不用的時候 以後就是跟各位用手機一樣 有手機沒有付電信費可以嗎 沒有付電信費也可以用 但是就是自己玩而已 帶著蘋果光芒 但是不能講話的那一種 我們主要呢 其實當然這個還是要做什麼 設計 有沒有你看它裡面 邀請卡 有沒有發現裡面就有很多 對不對很多的設計 你可以回到這邊再找看看 這是菜單的還有什麼 感謝卡 好然後呢下面還有很多 有沒有還有明天啊 部落格的還有社群網站啊 還有這個歡迎卡的 那一樣的 其實說真的 你看了那麼多 所謂的範本之後 你會發現只有一件事情 它就是幫你把什麼 把那些尺寸先定好 找一些生活給你 那你只要負責把照片放進去就好了 會修改文字就OK啦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那這裡呢 比如說像我用的 世界地球日 我就是從這裡去把它改的 所以你選好了之後呢 你看它的尺寸其實還蠻大的 有沒有 可以印到5乘7 事實上你以我們現在 如果你不是要拿去給別人做印刷的話 你用一般的我們那個印表機 你用拼貼的方式 其實印A3左右的Size其實都還好 都還好 甚至再更大一點也還可以 如果你不是要我們改的 所謂做印刷的話 好你看進來了之後 這些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這些都可以改 對不對 都一樣的 所以這個說明就不用了 我就把它關掉 那比較特殊一點的是 字的部分 字的部分 一般我們線上的這些編輯器 大多數的情形都是怎麼樣 英文字型比較多一點 請問中文字型有沒有很多 沒有 那這一個很特別喔 除了你可以用他們家的 可以用你自己電腦裡面的喔 有沒有 可以用你自己電腦裡面的 所以這樣你的選擇應該就會比較多一點啦 我看我這邊 你看至少我有微軟真黑體嘛 呵呵呵 對不對 你至少多了一個黑體可以用 好 或者你有其他的 你可以嘗試看看 等於說這樣的話你就會有一些 那其他字體可以來用 那它本身呢 你看像我們這邊做好的 在這裡 打中文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字本針有加一個白色的外框 有注意到嗎 我把它放大一點 有沒有 這個 這裡是不是有個白色的外框 對不對 那一般我們看到線上別框比較少的這種功能 可是它有 就是在這邊 你可以注意到在這邊 顏色有沒有分三種 一個是文字本身的顏色 那第二個呢 這些外框的顏色 再來是底色 再來是底色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像我在這裡點一下 告訴他我要什麼樣的顏色 比如說我想要白色的 這個白色可能看不出來 我加一個其他顏色的好 好 假設我加一個綠色 有沒有知道看得比較清楚 對不對 那你框的粗細呢 你可以從這邊去決定 好 它的這個百分比的決定 那麼 下面這邊 像你可以看到我在這邊 幫它加上一個底色有沒有 幫它加上一個底色 就是從這個地方 從這裡 從這個地方加進來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 我要幫它加一個底色 加一個底色 那這樣我把它移到下面來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透明度的變化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算這個網站它在文字編輯的部分 它有比較特殊的 因為它可以使用我們本地端的字型 也可以怎麼樣 加上這些 一般線上的這種編輯器比較少的功能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圖片 你看喔 它在這邊有一個 找圖的 它把它叫做圖像的管理器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從自己電腦傳上來 可是呢 它也有搜尋的功能喔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 我想要用它的搜尋 我懶得自己找 那麼 你看 其實 這 嗯 我可以確定的是這一個 是屬於什麼 我們剛剛講 CC0 還記得什麼叫CC0嗎 公眾領域的有沒有 不用著名來源的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找 像我這邊找Tree 可是我可以加上這樣子 這樣一找的就都是去背 比較容易找到去背的 哇 還在跑 有沒有找到的 對不對 你看我點到它 假設我要這一張勾起來 或這一張你也要 你可以勾起來 那我就按關掉了 這樣就加到你的圖褲裡面了 有沒有發現都是去背好了 今天你要這一顆 還是要這一顆就把它丟過來 不過丟過來的時候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這樣 如果直接丟到它上面 會把誰取代掉 底下那一張 如果你是要完全取代下面一張 這樣子的方法正確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 我想要加到它上面變成一個塗層 你先丟到旁邊就好了 丟到旁邊這邊就可以了 還在跑 丟到旁邊這邊 丟到旁邊這邊 就像我們這邊這樣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其實 會不會很難 好像也不會太難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能夠找到一張好的圖 找到幾張覺得 不錯的圖 其實很快的 你那個設計感就出來了 因為它原本就幫你先做一些安排 你可以從半本裡面 直接怎麼樣 產生出來 所以有沒有一點站在巨人肩膀 這樣的感覺 對不對 別人都幫你設計好 你知道我們現在那種視覺穿搭器的同學 很難圍身了吧 哈哈哈 因為很多現在這種 就基本的一些設計的東西 現在已經不需要設計師了 就有點變成大量生產那種感覺了 所以除非說你很有設計感的 那當然別人是沒有辦法取代 但是比較一般基礎的一些使用 現在真的很快 你如果 即使你沒有相關的背景 其實要做出一些不錯的效果的 那種視覺的 事實上不會太難 OK 那我可以把畫面還給各位 請你試看看喔 好不好 來